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距离沈阳故宫不到一公里 这是一座中西河壁的建筑群 他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这里曾经是北洋军阀凤系首领张作霖 及妻子张学良的官邸和司宅 张氏帅夫 大家好 我是小哥 上个视频咱们探访了张氏帅夫的四合院和大青楼 今天咱们聊聊小青楼和赵四小姐楼的故事 大家看我身后 这就是顺府的小青楼 接下来咱们进去看一看 这座小青楼是张作霖为五夫人专门修建的 这位五夫人叫张寿义 也被称为寿夫人 她比张作霖小二十三岁 从专门为她修建这座小青楼 就可以看出张作霖对她的宠爱是有多深了 大家看这里就是受服人的卧室了 她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 当年受服人知道自己越受张作霖的宠爱 在内宅就越危险 因为很容易就受到那几位姨太太的排斥 于是她想到一个办法 就让其他几位姨太太的女儿住在二楼 自己住在一楼 这样一来就算那几位姨太太在吃醋 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她不姓张吗 怎么称为寿夫人呢 张是夫姓 是张作霖为她冠以夫姓 以示恩宠 之所以她被称为寿夫人 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她姓寿 但寿并不是她的家族本性 其实他们家本性是元 据说是明末大将 元宠患的后裔 她父亲是清朝的黑龙江将军 寿山 元寿山 等有机会咱们专门聊聊这位武夫人 对面这间呢是会客厅 咱们靠近看一看 当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成重伤后 就是在这个地方治疗 但最终因为嗜血过多 伤势过重而离世 终年53岁 因为小青楼外没有简介 所以很多游客并不知道 张作霖就是在这个地方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928年6月4日 张作霖在黄顾屯附近被炸后 并没有当场死亡 当时附近值守的士兵听到爆炸声后 赶紧跑来并将现场包围起来 然后将张作霖送到帅府的小青楼内治疗 他被抬到小青楼的时候 场面一片混乱 三个小时后 张作霖气绝身亡 这个时候 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并没有在奉天 而是在北京 东北三省一时面临群龙无首的危险 如果这个消息让日本人知道的话 那就更危险了 因为日本人 对我国东北三省早已是垂涎已久 并且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狼子野心昭然若即 在张学良还没有安前回到奉天前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张作霖已经去世了 那接下来 日本人很可能对张作霖的军队发动袭击 但只是有可能 具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实在无法预估 就在这危机时刻 受服人站了出来 主持大局 很快稳住了情绪 他明白 越是大难临头时 越要稳住 往往一步直插 全盘结束 这一年 受服人三十岁 当时他严禁家人苦恼 封锁消息 密不发丧 除了受服人自己 还有贴身丫鬟外 谁都不能进入小青楼 一直等到张学良从关内回来 此时日本人很想知道 张作霖到底有没有被炸死 甚至还派出领事夫人来谈虚实 受服人冷静应对 他特意化着浓艳的妆容 穿着日常的衣服 款款走进客厅接待客人 他还命人开了酒 和领事夫人一起庆祝张作霖 逃过此劫 这时领事夫人开始观察 受服人的表情神态 并没有发现丝毫异常 后来领事夫人就问受服人 我听说大帅受伤了还好吗 受服人说 大帅只是受了点轻伤并受了惊吓 这会儿才睡下 一切都好 日本领事夫人听到后半信半疑 但从受服人的状态来看 张作霖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送客前 受服人还与领事夫人合影留念 虽然日本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在不确定张作霖是否死亡的时候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3天后 张学良终于回到了奉天 又过了几天才公布张作霖的死讯 在丧事举办之后 由于张作霖生前没有修建墓地 因此他的棺果只能放在大帅府内 当时是放在帅府东院的东乡房内 并派人负责看守 这个东乡房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区域 关于张作霖下葬 在之前探访张作霖墓 还有袁帅林的视频中 咱们已经聊过了 这个视频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 这位受服人为张学良的返回奉天 争取了时间 粉碎了日军要侵占东北的阴谋 将东北沦陷推迟了三年 晚年的受服人 一直与张作霖的六夫人住在中国台湾 过着清心寡欲的平静生活 在1966年 受服人因病去世 终年68岁 在帅府的东墙外 也就是小青楼的旁边 还有一座独栋别墅 它被称为赵四小姐楼 说起赵四小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她是陪伴张学良醉酒的人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她的别墅现状如座 大家看 这座二层小楼 是一座东阳市建筑 紧挨着帅府的东墙 这里就是赵一迪古剧了 也就是赵四小姐居住的地方 之所以称为赵四小姐 就是因为她在家中排行老四 帅府的门票是包括赵四小姐楼的 接下来咱们拿票进去看一看 大家看 这里就是赵四小姐楼的内部 占地面积是547平方米 一共有十多个房间 咱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门厅 这里是餐厅 在餐厅的后方 还有一架钢琴 咱们过去看一看 这是通瓦二楼的楼梯 二楼是赵四小姐的卧室书房办公室 现在应该是不对外开放了 大家看 这间就是秦房了 在秦房后是外厅 这里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餐厅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后走 大家看 这间房子装修的真是富丽堂皇 这里就是五厅了 在五厅的前方呢 这还有一间小屋子 这里是衣帽间 二楼上不去以前是开放的 不知道是不是游客多还是什么原因 不对外开放了 赵四小姐在这座别墅里 她生活了两年 她的卧室呢 没有在朝阳的一面 而是选择西侧 我用相机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间房 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这东北一到冬天非常的冷 她的卧室为什么会在西侧最冷的位置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方向能看到帅府 当年赵四小姐就凭西窗向西张望 可以看到张学良办公室的窗口 如果到了晚上 这张学良不在这里 她一抬头就可以望见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 她比张学良小11岁 她们的爱情始于1927年 当时26岁的张学良 在天津舞会上认识了15岁的赵四小姐 两个人一见钟情 开始了一段秘密的恋情 那为什么说是秘密呢 因为那个时候 张学良已经有家世了 就是她的原配夫人于凤志 正常情况下 赵四小姐要想和张学良在一起 于凤志那一关就过不去 也就说做妾的资格都没有 但后来她们俩不但在一起了 于凤志还自己出钱 给赵四小姐买下了这栋独立别墅 并亲自督工设计装修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张作霖去世后 张学良继承父亲的势力 主政东北 在当时 他既要安排父亲的后事 还要接受父亲手里的工作 压力特别大 几个月后身体去不堪重负 直接病倒了 然后张学良就联系赵四小姐 让他来奉天 赵四小姐得知张学良生病后 一刻也等不了 恨不得立马飞到张学良的身边 此时赵四小姐家里是知道的 她离开家后 她的父亲赵清华 就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说自己的女儿和别人私奔了 要和她断绝关系 其实赵清华这样做 主要是给张学良施压 当年这份声明 在奉天立刻引起轰动 张学良没有办法 只能和妻子于凤智谈 最终善良大度的于凤智 还是接受了赵四小姐 但这个接受 只是给她一个秘书的身份 想要进帅府是不可能的 做妾也不可以 也就说 没有任何名分 永远做张学良的秘书 于凤智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 赵四小姐居然答应了 于凤智作为妻子 心里虽然不痛快 可是最多的时候 还是选择了宽容和忍耐 最初赵四小姐 是住在北陵别墅 后来余凤智自己出钱 在大帅府东墙外 买下了一栋独立别墅 并亲自督工设计装修 这栋别墅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赵四小姐了 再后来赵四小姐 跟随张学良一起离开了沈阳 从那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到这里张氏帅府建筑群的背后故事 咱们就聊完了 这座张氏帅府从建成到现在 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她就像一位老者 为世人讲述着 那些陈年旧式历史兴衰